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豬仔送了錶迷 現在是晚上的9點3個字 馬上就介紹今天的第五隻推介 一隻私人珍藏的系列 剛才介紹了一隻很棒的Citizen High Beat 9054 GMT的手錶 Pol Master系列 今天介紹過金錶仔的舊倉精工5仔 也有10個8個標迷選購了 今天介紹這隻第五隻推介 是豬仔的私人珍藏系列 Coin Watch 不知道大家對Coin Watch的概念有多少 Coin Watch其實是1984年 由一個錢幣愛好者收藏家創立的品牌 在澳洲創立的Coin Watch Coin Watch其實是由錢幣的收藏家 在他的名字裡顧名思義 他的設計概念遠於錢幣 說到錢幣 其實跟手錶有很相類近的三個共通點 先說說故事 有些錶迷說現在買錶都是喜歡聽豬仔說故事 我先說說故事 其他的故事就是 第一錢幣是有價值的 跟手錶一樣都有價值的 不論價值是1元10元100元 錢幣是有價值的 我相信大家都會認同 第二個共通點就是 有年份的 錢幣上面有年份 有紀念的日子 而手錶同樣都有這個 年份 有生產的年份 甚至乎有紀念的日子 送給別人的紀念品 好了 第三就是 每一隻手錶和每一個錢幣都有故事 為什麼錢幣很多時候上面印著人像Logo 或者印著這個 這個 這個 怎麼說呢 一個紀念的建築物 所以有個故事在背後 不論是錢幣和手錶 同樣都有這三個共通點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隻 今天的主角 Coin Watch 瑞士製造的一隻 手錶 好了 登登登 Coin Watch 看一看 今天的主角 是一隻斯文款 1269 標盤 好了 先看看 拿開些東西 好了 1269 Coin Watch Coin Watch 是一隻自動機芯 自動機械機芯 採用了 ETA的機芯 配備了藍寶石的玻璃表面 最美的 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 它用上了藍色的黑度 唱片盤紋 黑色的標盤 藍色都分了幾種藍色 例如12 和黑度 12和6的黑度 1269的黑度 都是用了淺藍色 然後你見到內影 都是做了 內影都有一點藍色 你看到邊位 內影邊位都有彩藍色的 顏色 呼應淺藍色的黑度 1269 另外 星期日力槍也做得很復古 星期日力槍 不是長方形的 是一個多邊形的形狀 一個零零的多邊形 黑度和數目字下面 就是唱片盤紋 正中間的部分 用了黑色的標盤 配搭了藍色的主角 配搭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你見到它做得很漂亮 這塊玻璃也做得很漂亮 瑞士錶 有時做得很漂亮 原玻璃邊的位置 做了不鏽鋼光身的拋光 拋光的處理 標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現身旁部分做了拋光 簡單一點的 有時簡單 我覺得都挺漂亮的 簡單單單 不要太複雜的設計 比較容易配搭 你見到它機身旁邊做了光身 標腳位置做了拉絲花紋 標觀位置做了螺旋式鎖標觀 上面都有CoinWatch的 銀奧系列的Logo 有一個Logo 這是一個銀奧系列 它有分幾個系列 這個銀奧系列 就是以這個 澳洲的亞洲錢幣 作為一個設計概念 把亞洲貨幣注入這個設計元素 在這個系列裡面 在CoinWatch的系列裡面 好 接著我們看看 內影其實都有些數目指 在這裡 都是用了藍色 銀色的不鏽鋼錶帶 錶帶做了實心的不鏽鋼 兩旁做了拉絲 中間做了光身 錶帶很紮實 非常有手感 實心鋼完全不同 和鋼水做得很好 好了 錶扣方面也是值得讚 有兩顆微條位 還有一個摺碟式的保險錶扣 上面都有CoinWatch的Logo 有一個C字在中間 代表Coin 好了 接著打開它 一個摺碟式的錶扣 它唯獨有少許美中不足 就是它用了薄橋 如果做了口橋會更加適合 這個是做了薄橋的 錶底方面 做了螺旋式鎖的透視底蓋 上面寫著SWISMAIL 瑞士製造 100M Water Resist 生活防水 接著寫著Sephy 藍寶石玻璃錶面 還有Austin Steel 全不鏽鋼 上面的鎖也寫著26石 用了26石 瑞士製造的機芯 好 機芯的甲板也做了拉絲打磨 鎖也寫著CoinWatch 上年ETA的機芯的手感 老實說有得手上發條 但也有自動上鏈 官網就寫41小時的動力柱 但很多時候做出來都是39 40左右 接著我們嘗試向下轉動 放開錶管 在這個狀態下向上轉動 上發條 有得手上鏈和自動上鏈 接著有停秒功能 提起了錶管之後 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調節時間 調節到12點多鐘附近的位置 看看會不會跳 剛才沒有跳到 即是下午 我們再去到 現在再去多一次 凌晨12點 一過12點 你見星期日曆就一齊跳了 這個就是瑞士的機芯 ETA 我們向下轉動 去到6點多鐘附近的位置 很緊緻的 手感很好 半格我們向下轉 教星期 教星期很棒 教英文就跳中文 教中文就跳中文字 有中文字 星期二 有三個字 有中文字 向上轉動 教日力 都是一格一格跳 大聲的 挺好手感 好了 教完之後 按著它向上轉動 鎖上錶管 大概三圈左右 就鎖上錶管 好了 這隻Coin Watch 都挺重手 挺有質感 試一下 看一看給大家看 如果想平價 入到手 一隻瑞士錶的 用ETA的機芯 一定要留意到最後 這隻錶的總重量 是166g 直徑方面 都屬於大錶徑 以斯文錶來說 屬於大錶徑 直徑方面 41mm錶徑 厚度方面 是11.6mm厚度 而Luck to Luck 就去到48mm 試一下 戴上手 戴上豬仔14.8cm的手腕 其實戴上它又不算很大隻 因為他脫得48 雖然直徑到41 所以這個位置都很貼手 戴上了豬仔14.8cm的手腕 黑色的唱片盤紋 再加上了一個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彩藍色 淺藍色的黑度 彩藍色的內影 整隻錶 很漂亮 再加上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很漂亮的一個鋼水 36L不守鋼外殼 擦漂亮的藍寶石玻璃錶面 給大家看真點 升旗力槍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長型多邊型的 另外這隻錶 採用了ETA機芯 自動機械機芯 所以很棒 它的建議零售價都很貴 去到6280元 6280元 豬仔超順價 推介給我的優惠 給我的錶迷 2648 2648 2648 可以入手到這隻Coin Watch 一隻瑞士製造的Coin Watch 澳洲品牌 好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可以在WhatsApp給我 打給我 其實這個價錢超順價 有時二千多元買到精工的4R 或者買到東方的F6 現在買到ETA機審 喜歡這隻錶迷 記得按LIKE 按LIKE 也是那句 由於是私人珍藏系列 只有一隻 喜歡的錶迷 心動的你 立刻行動 盡快找我 不是手快又手萬無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個推介 擁有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Coin Watch 下集見 拜拜